我在新北老家附近的餐廳 宴请本次未能当选的民主大联盟候选人 希望大家能再接再厉深耕基层 继续赢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主席也有特别强调 会再补一餐给王一川 民众期待民进党注入心血 用更浅显的方式强化社会沟通 因此在这样的期望下 我任用吴珍担任中央党部新闻部主任兼发言人 吴珍同志在这次选举获得年轻人的支持和肯定 形象清新 选战情节的勤奋有目共睹 我期待他带领同仁发挥空战的力量 强化与社会的沟通 王一川同志也在本次选战 从空战到陆战都发挥坚强的战力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在短时间内将攻防复杂议题 我们任用他担任政策会的执行长 也期待能借重他的才能将政策化繁为简 强化本党的议题宣传 受这个赖主席的这个邀请 也是要求来当政策会的执行长 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那我们来没有什么谁的人马 谁的人马 我们都是信赖台湾的团队 就这样 贺龙有道歉了吗 他可以道歉 对那我就会继续叫他道歉 就是说这种节目 当然他可以说他是言论自由 可是有些红线是不能踩的 世界第52次中常会 关于赖清德主席致辞的一个会后转述 刚刚主席在中常会发言的全文如下 这次天我启动为期两周的环台感恩之旅向全台各地的竞选干部 热情的支持者表达谢意 也借着感恩参会的机会和各地方了解本次选战中 民进党不足的地方以便进行党务后续的检讨和改革 昨天我也前往立法院勉励新科立委将民意放在第一位 努力在新一届的国会中打兵 接着我在新北老家附近的餐厅宴请本次未能当选的民主大联盟候选人 希望大家能再接再厉深耕基层 继续赢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主席也有特别强调会再补一餐给王毅川 我始终相信跨党派跨时代与跨领域的民主大联盟 是赢得社会信任的必要之举 所以我也期盼候选人们能持续努力 在下一次的选举中赢得大多数民意的认同 我要强调本次选举仍然有很多不符合社会期望的地方 有待我们持续检讨重新赢回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我们一定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民众 更要把不支持我们民众的意见放在心头 民众期待民进党注入心血 用更浅显的方式强化社会沟通 因此在这样的期望下 我任用吴珍担任中央党部新闻部主任兼发言人 吴珍同志在这次选举获得年轻人的支持和肯定 形象清新 选战情节的勤奋勇共睹 我期待他带领同仁发挥空战的力量 强化与社会的沟通 也非常感谢张志豪主任过去一年多的努力 现在转往组织部担任主任的工作 王一川同志也在本次选战 从空战到陆战都发挥坚强的战力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在短时间内将攻防复杂议题 我们任用他担任政策会的执行长 也期待能借重他的才能 将政策化繁为简 强化本党的议题宣传 此外在本次选举中 很多党公职的同仁都尽心尽力 未来也会借重他们的长才 给予全方位的历练 希望他们都能够进一步为民众服务 强化民进党与社会沟通的基础 各位同志选战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要将重心转往治理国家 扛起继续带领台湾向前走的责任 我祈勉各位同仁与行政立法部门持续配合 将我们累积的执政成果让更多国人知道 也要持续澄清虚假讯息 避免错误的资讯影响全体国人同胞 我也趁这几日马不停蹄 积极揽财习财 未来我也希望能持续扩大民进党的人才库 招募愿意为台湾做事的年轻一辈 共同面对国内外局势挑战 也请秘书长协助对外争财 520之后新的政府产生 除了本党优秀的同志会进入政府 也希望社会优秀人才有志之士 可以一同进入政府来奉献行李 一如我们的部分区立委 也邀请社会上好的人才进入部分区的名单 日前为公开宣示捐出选拘补助款 用于照顾创党前辈的生活 也积极培育党内年轻人才 唯有注入心血 改变与社会沟通的方式 将讯息化繁为简 理解社会各层面的需求 我们才能赢得更多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接下来我们肩头上的责任会更重 展望2024 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敬请同仁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那以上是刚刚赖青的主席在我们第52次中长会会中的这个发言的全文 那接下来我想也用今天这个会后记者会的机会呢 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党部目前新的心血跟同仁 那我要邀请我们民进党中央党部现在新任的组织部主任张智豪 以及我们政策会新任的执行长 这个王毅传执行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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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 左边一点 谢谢 来这里 谢谢 OK 我们左边的一下啊 右边看 andra 好 谢谢 onta 右边 好,中間後面 好,大家都有拍到嗎? 有,有 謝謝 有了 好 好的,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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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等一下 等他們講會什麼 王志安應該要對他 請王志安對我們前面發言 我想他還沒要對 還沒要對 我來問一下 那我先 好 我可以走了 有媒體朋友等一下有要再做個別訪問 那你先不要走,你先不要走 等一下他們還要訪問 我先 好 那 好 針對今天中常會的會後記者會有媒體朋友要提問的嗎 我想請教一下王志安的事情 嗯 因為王志安剛剛雖然說他有跟說對陳律師感到冒犯他願意道歉 他還是譴責民進黨把殘障人士當作全局工具 因為他這裡就說如果你們真的重視殘障的人士 所以會想把他列第16名 那不是連個安全運動 這一下子請 然後他質疑民進黨在主持 所以想請教他拜託你 看 我這邊先 因為王志安先生如果繼續對民進黨部分還是有提出一些質疑 那這部分我想其實可能我沒有必要再去回應 因為既然他已經認知到他的言論對陳俊翰博士是一種錯誤的冒犯的話 其實他應該要能夠理解民進黨提名陳俊翰博士作為我們的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借重他的長才 不論是在法律方面的專業或者是陳俊翰這個博士對於可以為身心障礙者 去進一步為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在社會上發聲 讓更多人理解障礙者也有專業的能力 也透過適當的協助也能夠去貢獻他們的長才 這都是民進黨在上一次這次大選裡面 希望可以去提名陳俊翰博士作為我們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所可以彰顯的價值 那我們也要在這邊強調 雖然不分區名單有這個先後順序 但是我們就是民進黨就是因為看重 然後也希望可以借重陳俊翰博士 他在法律以及在這權益方面的投入 才會提名他作為不分區的立委候選人 那相關的這樣的一個提名過程 當然也是跟陳俊翰博士充分的溝通 然後我們一起來合作 然後陳俊翰博士也非常的願意參與民進黨的正式活動 包含造勢晚會的場合來讓他的理念他的聲音 也讓更多的社會大眾聽到 所以我想在這邊還是回應這個王子安先生 就是陳俊請他不要再繼續用錯誤的觀念來認知 包含陳俊翰博士以及民進黨的提名 因為陳俊翰律師在造勢晚會上的演說 就是他作為一個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就像非常多的區域的立委候選人 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包含我們新任的執行長 王一川執行長也在非常多的造勢晚會上都登台演說 這就是我們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參與政黨活動 政治活動的一環 所以請他不要再因為陳俊翰博士 他有身障者的身份 而去先有一個刻板印象 戴上有色眼鏡先入為主 我們還是希望他尊重陳俊翰博士的主體性 也希望他看到民進黨重視 不論是讓陳俊翰律師的法律的專才可以展現 或者是希望社會上可以更關注到 生長者的權益以及處境 這都是我們過去持續在努力的方向 未來也會繼續努力 我想相關的針對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提名的這個相關的會在什麼樣位置 事前都有經過充分的溝通 那所有的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當然有一個排名的順序 但我想排名的順序 是不是看不看重 或者說能不能發揮他的戰力 能不能發揮他的專業的唯一指標 我想這也並不盡然 因為我們看我們的益川執行長 雖然這一次他排在第14名 所以大家還要發動搶救王益川的行動 來搶救他 搶救的意思當然也就是不是在安全名單 但是在選戰過程中 我們也看到益川執行長 在整個選戰中 都起到了非常大的催化劑化學效應的作用 那包含現在也繼續民進黨借重他在交通 以及政策方面的長才 那請他來擔任我們的政策會的執行長 所以我想排名順序 當然我們各方各界 大家對於民進黨提名的意見 我們都尊重也會去傾聽 但是真的這不是 排名不是代表我們看重這個人程度的唯一指標 是 我想這部分還是要去尊重民進黨黨團 以他們未來的規劃為主 不過確實是在這個日前 其實包含我們民進黨的黨團總召 柯建民也已經公開的回應 民進黨這部分目前還是規劃 會去走自己的路這樣子 這部分未來有具體的消息會馬上來跟大家報告 關鍵的這邊消息會 相信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昨天那個賴主席有的 葉齊也有的落選人 不過其中一位落選人賴昆成 其實昨天又去到賴昆的老家集播 說哇 原來這裡就是傳說中的賴皮鳥 想請問一下黨以及主席對此的反應 因為記得賴主席是不喜歡人家這樣千差五的老家 我想主席其實是這個怎麼講 對於各種多元的聲音都很包容 因為昨天這一場萬里的聚會 我有在現場 因為我也是這個立委的落選人 那其實這個賴昆成他來到現場的時候 他也有說他剛剛先去看賴皮鳥 就是在現場有直接講這樣 但是我看主席的神色並沒有任何的不悅也沒有不適 其實包含主席在跟大家致辭慰問的時候 也提到說這個地方 我們昨天餐序的地點 其實就是他從小到大長大的環境 他到外婆家必經的道路 就在我們餐廳的前面的這條馬路 所以他也鼓勵大家去他的這個老家可以來看一下 那他有特別提到說 其實在以前大家也都知道他老家就在萬里中府里這邊 那在以前這次選戰之前就會有很多民眾 會來這邊打卡 只是過去可能包含比較多是民進黨自己的支持者 大家想過去去拍照打卡這樣 那這一次大選中更多的民眾 不同立場的人也都來到這個地方參觀他的老家 那主席也對這個事情其實也是笑笑的談了 所以我想他並現場是沒有去表達什麼樣的不悅 還有媒體記者朋友有問題嗎 請問一下 因為就是這一次的選擇幫忙 怎麼移傳然後另外還有移證號 就是有些編證成的行動 大家可以解釋說未來是他們 是不是有可能在 其他最期上 然後 那是這個問題是賴人嗎 這個我等一下請移傳回一下 那這樣講就是 何謂賴人嗎 應該說民進黨中央黨部當然是用人為財 所以包含 其實大家有時候會被王毅川在 政論節目上吸引的表現跟反應 有時候這個光芒太閃耀 會忘記他其實本身的強項是在政策方面了 所以我想現在我們當然也是請他來擔任政策會的執行長 那當然因為政策會執行長我們是黨部的幕僚單位 那目前民進黨的黨主席當然也就是我們賴清德主席 所以你要說這個樣子叫賴人馬 那整個黨部當然我們就是協助主席的幕僚單位 這點是沒有錯了 那如果對於所謂的賴人馬 有什麼樣進一步的詮釋 那可能這個要看社會大眾怎麼 或者說外界如果有意見的話 可能需要表達的更清楚一點 這樣我們比較好回應 那我是不是也請傳哥來回應一下這一題 這麼會 好各位媒體大家好 不好意思第一次站在這裡 受賴主席的這個邀請也是要求 來當政策會執行長 還請各位多多指教 那我們來沒有什麼誰的人馬 誰的人馬 我們都是信賴台灣的團隊 就這樣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那因為你當了政策會執行長 就當你剛才的幕僚單位 以後你還會提上政務系結局嗎 我會 你問一下是這個跟賀龍有道歉 就是外界的道歉嗎 那剛剛他的那個是你覺得是算是道歉嗎 你身邊什麼 賀龍有道歉嗎 他可以道歉嗎 對那我就會繼續叫他道歉 對那我就會繼續叫他道歉 就是說這種 這種節目啊 這個 當然大家可以說他是言論自由 可是有些紅線是不能採用 比如說涉及種族 膚色 性別 或者是 這個 談的這一種 對 身上人士 對 就是說 有各式各樣 近視歧視的字眼 或者是善笑嘲笑 這條線是不能採用的 就在這種節目裡頭 你可以虧任何的人 比如說虧 黃宜川沒頭髮 這個我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種 就是說這種線是不能採用的 聽到來賓這樣講 你的反應 你可以呆若目擊 或者是 直接把這一段剪掉 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他不是 他不是 他是剪完再上YT 那他其實可以剪掉 那沒有剪 因為沒有剪 所以我們才看得到 那如果現場當時有這個狀況 你可以說那是來賓個人的事情 問題你剪了 然後剪了剪上去 那他就必須道歉 那當然來賓的發言 也許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現在的這個態度 就讓大家更要去質疑他 你到底知不知道這件事情很嚴重 這是我個人對他希望他道歉的原因 他的助理主持人也道歉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柯隆自己想清楚 再給你幾個小時的時間 不然我接下來上爭論節目 我還是每天吵著 我還是每天吵著 他就這邊還想問一個 就是這一次大選當中 就是零四年青少 好像比較有像柯文說 那你認為這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那如果民進黨要年輕化 除了從這個黨委員事調整之外 你覺得還應該要求哪些主席變成什麼 好 這問題 題目很大 這也是賴主席 找我聊的時候第一句話 就是年輕選票的課題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 這個民進黨的所有政策 都是青年政策 民進黨的每一個政策 都會跟年輕人有關 所以第一個 我們必須定好對的政策 然後把政策講對 就是說我們有好的政策 也要把它講到對 第二個是要用到對的工具 就是年輕人用的工具 這個 我們也必須去用 那第三個是這個找到對的人 就是說在政策意見收集的過程當中 也許要改變過去的邏輯 就是說也許每次都是找精英 班座談會 最後答案列出一二三 這個方法可能要改變 可能就是 要嘗試用新的方法 找到現在的年輕人想要的 這個課題 政府來解決擬出對策 這個重點是對策你出來之後 要有通路 要把它講對 然後要選到年輕人熟悉的這個通路 我想這個大概是我目前的想法 那因為我今天剛來 所以八樓九樓十樓我還搞不太清楚 請各位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會努力把這個事情做 謝謝 抖音抖音 我們現在政府 我們現在政府已經要求 我們的公務機關都不要用 對 那全世界可以用的工具很多 我不想對個別的工具有什麼想法 但是就是現在年輕人 年輕人的定義很廣 這國中生也是年輕人 三十幾歲也是年輕人 那大家都用各式各樣不同的 這個通訊軟體 或者是媒介 就像我最近這幾天每天都在用的 這也是一種工具 那各式各樣的工具會對到不同的人 那這個是民進黨必須去全面的 去了解這些工具 會對到什麼樣的人 該用很簡短的文字 很簡短的影音圖文 到底是哪一個 對到哪一個工具 會對到誰 這件事情 我想我在跟我們的新聞部 還有雨晴 大家一起來討論 讓這個事情做得更好 多加 好 那因為今天中場會裡面還有一個特別的 其中一個部分是關於主席有頒發一個終身貢獻獎 來給我們的Michael 那是不是我請Vincent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想我們在民進黨看到這個Mike Fonte 這個名字叫彭光麗其實都會覺得非常非常熟悉 他其實曾經在將近六十年前就有來過台灣 住過台灣 甚至於在我們南部鄉下教書 擔任這個傳教師 那之後呢其實在2002年開始 他就擔任這個我們在華府民進黨非常重要的一個聯絡窗口 擔任民進黨駐華府的聯絡人 2013年我們民進黨正式成立民進黨駐美代表處之後呢 他也擔任民進黨的首位主任 所以他其實在華府的工作 我想是備受我們民進黨以及備受美方友人的相當的肯定 所以因此他這次回來特別要提出說 因為他年紀也不小 決定說要暫時這個離開這份工作 就是持續以顧問的方式 來幫助這個民進黨推動我們的台美事務 所以因此今天這個主席也特別頒發給他一個獎狀 來肯定他過去為台灣為民進黨的貢獻以及功勞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請Mike Fontaine 也跟我們記者朋友講幾句話 他會講台語 台語講得比我好很多 所以接下來他可能用台語跟大家分享 好朋友 好朋友 我叫我來這裡 謝謝說 我來教台灣 我跟很多人說 你來台灣 你們是各國人 本地都是什麼 台灣人 除了你的心 他們就來自行 他們就來自行 他們都不讓你走 他們都不讓你走 我一久兩七年來 你們大家可以進去 你都不讓你出自行 我來去 我來到大山當 在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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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做这些考虑了 以求八七年 在冠军中 最后 十分之一 要求改变来 没有想要改变来 所以 National Taiwan Institute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在这边 我用来在家的太太 出称给 包括许诺和以外 所以 冠军中的金本来 人家穿了很多所在的皮革 所以我只要忘記住 我只要忘記住 我只要忘記住 好了 那是吧